東北風強度減弱了 溫度形態來說在白天上升了 不過你要注意 這段時間的話 早出晚歸的天氣 仍然比較偏涼 早出晚歸的騎車的朋友 一定要特別注意保暖 我們用台北車站夜晚的 低溫的變化 來看看未來一個禮拜 冷空氣什麼時候會進來 先來注意到 在今天晚上的冷 沒有昨晚冷了 因為今天晚上16度 昨天晚上的低溫是15度 溫度狀況來說 開始逐漸冷 接著明天晚上 後天晚上跟禮拜五的晚上 溫度可以升到18度 接著到了禮拜六 東北風強度增強了 所以禮拜六晚上 跟星期天晚上溫度略降 但你又問我說 那六日的溫度 跟禮拜二的比起來還比較高 沒錯 東北風減弱了 所以未來的溫度的起伏來說 你會發現到一個波段的下降 下降上升的幅度 會變得更為明顯 所以我們大概到禮拜四 禮拜五的時候 其實在這中部以南的高溫部分 都會達到30度以上的高溫 感覺起來更暖了 不過對於中南部的 缺水的旱向來說 更嚴重了 到了下禮拜一跟禮拜二 溫度狀況又隨著冷空氣的減弱 而再度的上升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 看看真實色彩的雲圖了 來看兩個 第一個 看什麼 看沙塵 有沒有注意到 從山東半島 一直到華北地區這邊的沙塵 正在逐漸的往 韓國 日本的方向在移動 而到了江蘇這裡 也有一些沙塵正在出海 但我們台灣上空沒有 因為我們台灣上空 北方的冷高壓 東移到達了鹿兒島的位置 風向吹著偏的東風進來 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發展 正在逐漸的 由西往東的方向走 在比較低緯度這邊 有些雲帶發展 在雲南四川 也正在往北移動 另外中南半島這邊 有些水氣也在往北走 這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台灣上空 未來有三天的時間 都是好天氣 三 四 五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東半部地區 因為風場吹著東南風 早晚倒是有些 地形性的雲層 來看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禮拜五的晚上 週五的晚上 隨著高壓東移 冷空氣開始要進入了 接著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就是這個高壓系統的東移之下 在六跟日的時候 會帶進來一些微弱的東北風 但只有影響在北部地區 中南部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冷空氣的強度太弱了 而對於中南部的旱象來說 真的要解除的時間點 要等到這個五月到六月的時候 梅雨封面有接近 才會有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型態來說 涼瘦瘦 白天的高溫部分上升 幅度越來越明顯 今天23 明天25 後天北部可就到了28 中部地區明天已經到27 後天上看30 南部地區到了接近30度的高溫 而東半部地區早晚有 地形降雨 而外島地區夜晚溫度比較偏涼 小丁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涼早晚騎車要保暖 還有西部空氣品質差 過敏體